大家好,我是露瑶 今天用豆腐和番茄来做一道美食 豆腐把它切成小块 番茄切成小块 切点干辣椒和蒜片 小葱切成段 碗里放入盐 生抽 少许胡椒粉 番茄酱 一勺白糖 小半碗清水 搅拌均匀 淘成料汁备用 锅里热油 下入豆腐小火慢煎 把两面蒸至金黄 两面蒸至金黄 盛出备用 下锅倒油 下入葱白蒜片干辣椒炒香 加入番茄翻炒片刻 把它稍微炒出番茄鸡 加入豆腐 稍稍微炒 稍微把它翻拌一下 倒入提前调好的料汁 小火焖8分钟 好了,时间到 哇,好香啊 好香啊 加上一点水边粉勾芡 收浓汤汁 撒上葱段 一道酸甜开胃的番茄豆腐煲 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